好,奉绝书声明,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的一些信集。 在名字的圣经,我们继续读书的信息,12章,我们已经简单地讲过了。 好,现在我们来看25章。 好,那25章,这里也是一首,好像一首赞美诗,一首诗歌。 好,那这里呢,第一节说,你这个作者说了, 第二节说,你是我的神,我要做从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字。第一节,因为你中心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好,请念一下。 好,请念一下。 那因为他,他行过了这些奇妙的事了。 因为他遇到这些奇妙的事了。 那他所成就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从第二节我们念下去呢,我们就明白了。 那你发觉到说,其实在第二节里头所谈到的,是他拆毁这些外邦人的坚固城。 然后,在第二节里头,我们看到他们的坚固城,成为一个,好像是我们赞美神的,称赞神的一个理由。 我们一般赞美神就是说,神行了一些奇事。比如说,我们的病得医治的,我们感谢神。这是必须要做的。 或者在生活当中,神不断地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上。所以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 或者在生活当中,神不断地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上。所以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 但是这里的称赞的理由很不一样。 这里,道理是完全不同。 好。那我们如果看这个,比如说,这个之前的几章。就是从,比如说,从那个第十三章开始念。 那么我们如果念到这个二十四章。 其实这里都是在讲审判。 。 比如说,他要审判这个巴比伦。 比如说,他要审判这个巴比伦。 但是他要施恩给这个雅各家。 然后再谈到这个巴比伦要倾倒了。 。 那最后呢,巴比伦会完全地被毁掉。 那除此之外呢,他还谈到一些审判那些外族人呢,比如说那个摩亚人呢,就是十五章,十六章里头所谈到的。 。 那这两章,也是等一会我们要去谈的,因为在二十五章里头呢,他有谈到说神要见他这些摩亚人。 。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看到二十五章的第十节。 。 二十五章的第十节。 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亚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甘草被践踏在分池的水中。 所以在二十五章里头有特别谈到这一种,这一族人要受神的审判。 那这样看起来,这一族人被审判的时候也成为我们一个感谢神的理由。 所以从那个十四章,其实十三章开始,一直到这个二十四章都是在谈审判的事情。 这样看起来呢,当神的审判好像告了一个断落或结束之后呢,那这个赞美的诗歌就出来了。 好,那我们还有一个重点需要讲清楚。 其实在这个是先知书里头的一个共同的信息。 那比如说那个审判啊,这个外邦人啊,你在其他的先知书里头也是常常见到的。 啊,比如说那大先知书里头啊,比如说以西节啊,耶利米啊,也常常提到的。 啊,有时候我们在念的时候,一念到说,神审判这个什么,这个外邦人我们就跳过去了嘛,太闷了。 啊,我们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哎,他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啊,或者我们会这样想说,哎,这些审判外族人哦,是历史的事件,啊,其实也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那我想说我们在看这种审判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理解它。 好,我们如果先从这个旧约圣经来看,那个神跟这个什么啊? 啊,跟这个神的百姓说,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有一个重任,就是要把当地的人赶出去。 啊,神有跟那个摩西讲,也有跟耶稣啊讲。 啊,这是神重复的一个信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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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我们发现到说,到了那个,他们,怎么说,在那个迦南地定居之后。 。 啊,那耶稣啊,既有记载说,加勒,他们呢,靠着神的能力就把这些强大的人都赶出去了。 啊,那看起来呢,其他的好像没有完全遵照神的吩咐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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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似乎其他人不完全侮辞了。 那后,当然,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 其实这个不是借口,是实在的一个理由。 他们没有完全把他们赶出去呢?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力量, 他们不够强大。 那第二个理由就是说如果把这些人在同一个时间都把他们灭绝掉的话, 那地的这些野兽会生长得很快,会比人更快。 所以因为这两个理由,神就说好啊,就同意他们啊。 那很可惜的。 当他们强大之后呢,他们却没有把加拿人赶出去。 那第一个理由没有赶出去就是要他们来当他们的劳工。 就是来服侍他们啊。 那第二个理由, 就是要他们来进贡他。 啊,以色列人要这些加拿人来进贡他们啊。 那看起来,他们有很足够的理由哦,不把这些人赶出去。 但是神的话是绝对的。 因为神跟他们说。 因为神跟他们说。 如果这些人没有被赶出去的话,完全地赶出去。 如果这些人没有被赶出去的话,完全地赶出去。 所以到诗篇的时候,那个诗篇的作者在写诗的时候,他就把这件事情再重提。 。 在他的诗歌当中,他后来说,这些加拿人的人呢,他用高引他们去犯罪,去拜偶像。 那最后怎么样呢? 甚至这些伊斯莲的百姓呢啊。 把自己的子女杀了来献给那些犟。 来去历贵神。 所以神呢,要他们跟这家男人各觉。 是有它的理由的。 重点就是说 不要受他们这些 负面的影响。 从这个观点去理解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是有 它的属灵含义 跟教训在其中的。 另外一点。 当圣经谈谈到 审判这些外族人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它想成说 一定是非犹太人。 是指着非犹太人来说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 你发觉到神的百姓 其实跟这些迦南人 没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如果有念过 这个哈巴古书。 那哈巴古书开始的时候 他就向神来爱求 也向神来 不是提出抗议 就是把他认为 神没有做到的事情 他向神提出来。 他跟神说 你看现在 你的律法 已经没有力量了。 现在你的律法 没有力量了。 因为整个国家 当时的百姓 都不再遵守 你的律法了。 因为全国 全国 都不再遵守 你的律法了。 他主要的用意 就是说 神你为什么 看见 你也不做一点事情呢? 然后来神就回答说 好,我会惊起 一个从北方的 这个大军 来去攻打 这个犹大国。 他就 怎么样 吓了一跳 他说 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你怎么可以 用一个更罪恶的 一族人 来去惩罚你的百姓呢? 那后来呢 神就把这个 好像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把这个 巴比伦的恶行 一一地列出来 那神讲完之后 那个哈巴古 就不做生了 一旦 他就 他就 求神说 希望在 烈恶中 有神的怜悯 他就 在谈到 这个 巴比伦的 恶行 这个 同时 其实就是 也让 这个哈巴古 先知 明白到 你请你 自己 看一看 这个 巴比伦所 行的恶 请问 现在我现在 在问他 那个 我们自己的 国民 有没有 在犯同样的 错误 如果我们说他们所犯的恶是同样的恶 但是在神的眼中 神的百姓是更恶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神的百姓是民之故犯呢 他们有摩西的立法 他们知道了 他们还是去犯这样的罪 所以后来神讲了之后 哈巴谷也不再去争论了 不再辩论了 他只期待说 神要十二年免给这些百姓 所以当我们看到说 在九月圣经里头 有关这些审判外族人 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不要就把它当成是说 真的是审判那些非犹太人 其实很多时候 神的百姓比那个外邦人更糟 他们跟费力士人 跟所得马的人 和尔摩拉的人 没有差别 所以在以赛亚书里头 这个仙子本身就有 一个对百姓的这样的描写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我们看这个 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我们来念这个第十节 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第十节 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 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这儿摩拉的百姓 要车耳听我们神的训绘 我们知道说 所动马尔摩拉 是在亚伯拉 那个世代的两个城市 我们知道 所动马尔摩拉 是一些城市 在当时的阿伯拉 神的愤怒降临的时候 从天降下 好像流亡火 早就把这些人 完全地灭绝了 所以这里所谈到的 这个所多玛的官长 就是说 这个以色列人的官长 其实跟所多玛的这些官长 看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差别 跟俄摩拉的百姓 也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你发觉到说 以赛亚就用这个 外族人的名称 来去描写自己的百姓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他们这些百姓的 这些所谓的以色列的官长 也是非常的罪恶的 所以我们在看 以赛亚书的时候 从这个十四章 刚才我们所说的 十三还是十四 十三章开始 就谈到 审判列国 其实是指着 审判他的百姓来说的 他们的这些表现 跟外邦人一样 现在我们看回来 那个以赛亚书的 第二十五章 那这个第二节 他说 我的中文是第三句话 他说 使外邦人 宫殿的城 不再围城 就是要把外邦人的城 毁掉了 这个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呢 当然在这个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 很多时候神会带领他们 来胜过他们的仇敌 但是这里所讲的 应该是指着 百姓的城来说的 那我们可能会这样问呢 那百姓的城 为什么要把它毁掉 有什么理由呢 为什么神那么不高兴 要把这城毁掉 我们知道说 当大魏当王的时候 当 David 他跑到耶路撒冷 其实他在那个 西安那一边 就建立这个坚固城 但是神没有责备他 也没有惩罚他 当百姓定居之后 很自然的 他们就要建造一些城 一些城墙 然后我们来从 和西安去了解这件事情 和西安书 我们来看 和西安书的第八章 和西安书的第八章 我们来念十四节 第八章的十四节 和西安书的第八章 第八章的第十四节 我却要降火 浑烧他的城毁 烧灭其中的宫殿 请念一下 其实这里谈到说 神要毁掉他们的坚固城 或者他们的城毁 或者一个最主要的理由 这里首先提到说 他们已经忘记了 这个造物主 他们做建造城墙 坚固城 他们当然就是要 靠这个坚固城 来保护他们 或者说 以他们的诚意 为他们的保障 或者说 在神的眼中 这是一件神所 忠误的事情 不喜悦的事情 这也是神 为什么会离开他们的 其中一个理由 但我想说 更糟糕的是什么事情呢 而我说 有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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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大家 打开 列王纪下的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我们念第二原本 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第二原本 第17,第17,第17. 这里其实告诉我们 除了他们不靠神之外 他们暗地里是靠偶像的 是依靠偶像的 所以难怪神要把这些城都毁掉 其实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今天都在谋生 要赚取我们生活上的需要 不论怎么样 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圣经的原则 就是那个摩西跟百姓所讲的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赚取前台的这个能力 是来自于神 这是他们不可以忘记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今天做 不管是谋生或者是办理教会的事情 如果是光光靠自己 不靠神的话 那也是神愿怒的一个原因 所以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 不是准复神的旨意 是要满足自己的一种欲望 那你发觉到说 最后神都会把这些东西拆毁掉 其实这些东西是需要被拆毁的 因为不是处于神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检讨 我们自己所做的圣工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会问说 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努力的 来服事神 做圣工呢 有时候我们问 当我们工作为神 真的因为我们要来 报答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被感动了 要来荣耀神吗 是真的因为我们要来 我们要来与神的恩典 或者是有隐藏的动机 我们说 hidden agenda 如果我们做圣工 不是出一个纯洁的心 不是为了要荣耀神 让神得到荣耀 那我们发觉到说 最后我们所做的 都会归空 因为神不喜悦 这些所谓的 那些我们所做的工作 就好像这些当时的百姓 建造这些什么 坚固城等等 因为神不愿意 这些事情 就像在那时 神不愿意 这些厉害 这些厉害 但在地里 却拜偶像 敬拜另外一个神 所以这里才说 当这些被除掉之后 你发觉到 我们就能够见到 真正明白到 神的大作为 神的大作为 就是要把这些 所谓的外邦人 所建筑的 所建筑的 这些城 除掉 那在启示录 有谈到 这个大巴比伦 对不对 那你发觉到说 这些活动呢 跟拯救人的灵魂 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最终呢 是会影响人的灵魂的 那后来呢 神就亲自出手 把这个巴比伦 都毁掉了 那我们发觉到说 这个巴比伦 被毁掉之后 在天上的百姓 他们的 他们那个 会影响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十九章 其四路的十九章 Lizons Apokalypse 其四路的第十九章 Apokalypse chapitro 十九章 我们来看 第一节 此后 我听见 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 救恩 荣耀 全能 都属服我们的神 第二节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 那用银行败坏世界的大银腹 并且向银腹 讨留仆人血的罪 给他们伸烟 第三节 又说 哈利路亚 烧银腹的烟 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说 这个天上的 这些群众 当然我们可以说 是四万四千人 他们在 感谢神 感谢什么 理由在哪里 我们看到 这里 人在天上 即是144000 人 他们在 他们在 感谢神 他们在 为何原因 他们在 他们在 祝福 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 理由就是因为 巴比伦被毁掉 所以 发觉到说 他们赞美的 这个理由 是很特别的 那我们现在 来想一想 这个 圣经里头 所谈到的 外邦人的 诚意 成事对 成事对 成义 对 成事对 成事对 成义 成义 对成义 对成义 这个外邦人 就是 百姓建造 城的时候 忘记了神 然后 他们在 他们在 避典 避典 他们在 拜 偶像 就是说 不是真正 去拜神 而是拜 偶像 那我们想说 今天我们可以 从两个层面 或者两个层面 去思考 我们常说 我们的心 就是神的电 那我们的电 是怎么被建造的 是以怎么样的 这种动机或态度 来去建造它 是靠神来把它建造起来吗 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的心 真的是神的电的话 他所想的 一定是神的事情 他心里头 所想的 就是要神 得荣耀 神的教会 被建立起来 如果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这些事情 不是我们所关注的 那我们就想说 可能我们心中 这个电 不一定是属神的电 好 那我们在讲教会 那教会 我们也是被托付说 要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 我们的建立起来 我们的建议 我们在建造神的殿的时候 没有祈求神 完全依靠神来带领 来帮助的话 这些都是外邦人的诚意 这些都是外邦人的诚意 我们要祈求神来把这些诚意都毁掉 让神同心来建造 对个人来说 只有当这些诚意都被拆毁之后 我们才能够全心全意的来感谢神 真心的来感谢神 所以在先知书里头 其实也有好几个地方 是谈到类似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来看那个弥迦书第五章 我们可以从第十节开始念 弥迦书第五章第十节 弥日第九章 page 10 5章 十节 弥 axel 别忘了 所以这跟我说 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 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 那念下去的话 就是要除偶像了 好 不好意思 好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翻错了 好 请听一下好吗 好 请听一下好吗 那这里谈到的到那日 就是常常这个那日 就是指的末后的日子来说的嘛 这些东西都是神要剪除的麻痹 因为圣经说 我们要依靠耶华 不是靠马匹嘛 对不对 如果人或者神的百姓 光光是靠人的力量 没有靠神的话 那神也会把这些东西 我们所做的毁掉 我们是在教会长大的 所以我从小就听他们说 不管你们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靠神 那当然小的时候 不太理解 那用意在哪里 那后来才知道说 因为这是在教会里 服事神 是神的工作 所以一定要依靠神 要由他来主导 由他来带领 所以他会说 我们要为这件事情 祷告 为教会的那件事情 祷告的理由 就在这里 那这里 我们刚才所念的 那国中 所有的诚意 所有一切的保障 都要除掉 如果在建造当中 没有依靠神 就是忘记的神 那在这个真言书里头 不依靠神 本身 就是一种的恶 我们说 我们的灵性 要达到完全 我们要成熟 很多时候 不是光光看你 做了什么工 更重要的时候 就是 那个工作时的心态 跟依靠神的心 有多少 那我想说 当这些 我们人不完全的地方 都改过来之后 就好像 这些外邦人的诚意 都被拆毁了 那我们真的 我们打从心里 一定会去感谢神的 所以你发觉到 先知书里头 都有谈到 这些事情 是关乎到 不单只是 真教会所发生的事情 甚至 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 服侍神的心态 都隐藏在 先知书里头 在这个先知书 信息里头 所以我们说 当我们说 这些事 在朗诗 non seulement 这些事 对我们的事 会发生在 真正的 但这些事 也提到 这些事 我们认为 我们看 这些25章 我们看回 那个 《Israïa》 的25章 我们回到 《Israïa》 的25章 《Israïa》 的25章 我们现在来看 这里第三节好像谈到两种人 一个刚强的民要荣耀你 强暴之国的臣必敬畏你 我们说一个很强的人 一个能力很强的人 通常都会要荣耀神 是比较困难 如果我是一个很强的人 发觉到说很多事情都是我做的 我真正要打从心里来荣耀神 可能是有相当的困难 但是这里说这些民 却能够荣耀神 就是说他完全改变 那中文这里第二种人 这里是说那个什么 那个强暴之人 那英文就是一些 就是很凶猛的人 看起来你都会怕的 那这些人呢 他们也会来怎么样 他们也变成敬畏神的人 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也改变了 从这样来看 如果我们说第三节是一个小总结的话 一个小结论 那这些拆毁什么 外邦人的诚意等等 那就是说 人最后达到一个什么 相当的灵修程度 就是懂得荣耀神 懂得敬畏神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 后来改变了 你说会不会感谢神呢 那都希望我们能够改变 最终能够真正的来感谢神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 因为那个 Nicholas弟兄把那时间表放出来了 因为那个 Nicholas弟兄把那时间表放出来了 他告诉我说时间到了吧 是为了让我认识 那是时间 请 conditioning 谢谢 —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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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